今天呢,我们会勾置这一款小兔子的围兜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置 环形起针 拉紧 接着呢,我们勾两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接着在环里面勾 就有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完成之后呢,将线圈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 先勾两个辫子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这片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呢,勾一个长针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长针 一直勾完这九个针目 最后一针 完成之后呢,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先勾两个辫子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这片 然后翻转这片 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 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加针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勾之规律 勾了一个长针之后 就勾一次长针加针的勾之规律 一直勾下去 继续 一个长针 完成之后 就是一个长针加针 这样就完成了这一圈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圈 同样先勾两个辫子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这片 我们先连续勾两个长针 一 二 然后呢 再勾一个长针加针 这样我们就 按照每勾两个长针之后 勾一次长针加针 的勾之规律 一直勾下去 最后一个 两个长针之后 勾一次长针加针 那第四圈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勾第五圈 先勾两个辫子作为起立针 然后翻转这片 先连绝勾三个长针 先连续勾三个长针 二 三 然后呢勾一次长针加针 接下来勾三针 接下来继续重复这个过程 三针 长针之后 一次长针加针 然后断线 我们就按这个勾之规律 一直勾下去 最后一次三针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一次长针加针 然后断线 那我的主体就够这么长 如果大家嫌短的话 接下来继续勾 我们看一下勾之规律啊 第一圈九针 第二圈是每个长针 每个针目里面勾了两个长针 也就是格零加一 第二圈第三圈呢 就是每隔一个长针 勾一个长针加针 接下来那一圈呢 是每隔两个长针 勾一次长针加针 最后一圈是每隔三个长针 勾一次长针加针 如果再往下勾 就是每隔四个长针 勾一次长针加针 每隔五个长针 勾一次长针加针 那你想要多长 你就勾到你想要的长度为止 接下来勾绑带 锁边取针 先勾四个辫子 然后呢 勾针插入 倒数第四个针目 勾五个长针 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三 四 五 然后呢 一并勾出 接着继续重复这一过程 一 二 三 四个辫子 倒数第四个针目 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二 三 四 五 然后呢 一并勾出 接着呢 以最开始的那一个锁针针目 连接 带上线圈 勾出 这样一个小球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四十五个辫子 一二三 四 五 四十五个辫子完成之后呢 与主体进行连接 我们先找到最后一个针目 在侧边 进行勾置 勾 一个短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 在长针立柱上面 勾一个短针 锁一针 这个上一圈的长针针目 一个短针 锁一针 然后这个立柱 勾一个短针 锁一针 长针针目 一个短针 锁一针 立柱上面一个短针 按照这个勾置规律 一直勾下去 这样呢 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辫子 45个辫子 一二三 再加一个小球 盖上线 勾住之后 断线 拉紧 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藏一藏 并剪掉多余的线头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兔耳朵 锁边起针 起十四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 那接下来我们勾第一圈 勾针针 插入我倒数第二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接着呢 我们继续勾短针 总共连续勾十二个短针 三三四十一十二 完成之后呢 我们开始 还剩最后一个针目 在里面勾三个短针 一二三 这样呢 转到对面去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拐角 对面呢 就是跟短针针目一一对应 静向勾之短针 同样是勾十二个短针 一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二 完成之后呢 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 引拔 接着呢 我们就直接断线 断线我们留个二十厘米左右 待会儿作为缝合用 再线拉出 接着我们换线 勾第二圈 先打个结 然后呢 找到第一个针目 的两个辫子 勾上线圈 然后呢 勾一个辫子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 再勾 两个短针 这样勾了三个短针 接着我们继续 勾三个 中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呢 我们勾六个连续的 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完成之后呢 来到拐角的三针 我们在里面 我们在里面 分别勾 一个长针 加针 一次 两次 然后三次 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转到侧边 与前面的勾支方法 一一对应 六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接着三个中长针 一 二 三 然后最后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完成之后呢 完成之后呢 在最后 这个同一个针 木里面 勾一个引拔 然后断线 然后拉紧 这样一个兔耳朵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粉色的线 尝一尝 剪掉 多余的线 然后拉一拉 那 这样的兔耳朵呢 我们再勾一个 两个都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行连接 先做一个示范 这个是比较小的纸片 我把这个纸片连接到 这是第一圈 在第二圈的上面 这样 斜一点 然后呢 因为让它斜一点的话 我这里还可以往下几针 这样它就斜了一点 然后就可以长线了 剪断多余的线 拉一拉 那这一侧就缝完了 另一侧的用同样的方法缝上 然后最后佩戴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当作立领的 就是这样 可以翻一翻 也是可以的 两个都连接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组装 这样眼睛就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缝上兔子的鼻子 缝在两个眼睛之间 这样鼻子就缝好了 然后在背后呢 我们就打个结 剪掉多余的线头 这样 这个兔子的围兜就完成了